大家来店铺多时都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什么呢? 不买的,常常问我买不买,不是的,不买仔的 这个就是我们找到回来的鱼香 平时我会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做一个香薰治疗的 就是拿了一些碳或者艾草墊底 然后分一下店铺 第一,可以消毒抗炎 第三,就是帮助我们平时同志 有时想东西、写东西的时候 帮助他们清理一些习练 还有睡觉也会睡得好些 还有,其实也想一些产品乖乖地 帮到大家一手,令到他们的产品的功效性都可以增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个是古代一个很好的产品 或者是植物一定会放在家里 比放黄金更好 第一,它可以消毒和抗炎 如果皮肤 或者当时你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病 它都会用乳香 乳香都可以当是牙膏 以色列那边比较多乳香的产品 消炎杀菌仍然是止血打 简直是一定要放在家里 和你各伤都可以用的 到肌肤方面 它都会放在食材上的颜色里 就可以令到身体健康一些 免疫力强一些 而且它可以令到你淡化世民 和肌肤紧致 另外,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睡的 我们也有很多产品 有乳香成份 大家知道吗? 今天和大家重温一下 第一个就是巴黎Pura 7 Chaka 7 Chaka 是处女座 雙月座 天蝶座 很好睡 很开心 这个用的时候 记住摇摇 其实乳香的味道 好像木味 又果香味 所以其实是令到你 我觉得那天 每一次想想不到事情 或者想睡觉 7 Chaka 是很好 令到这个位置 你会觉得很清楚一点 没有那么多集念 第二个产品 我很喜欢的 就是Way to Waders 它的乳香味是很强的 如果你用之前 只要在手上 掌心上 它很有趣的 这个质地呢 你闻了再塗 那个鱼香味 都是很出 很正的 那好了 如果你是想在这个时间 戴口罩 很多豆豆 很多菌的时间 那Wabiy Sabi 我们这只鱼香噴霧 加残花 亦都可以帮你 譬如每一次 脱口罩的时候 我都会找一些花水 噴这个位置 让它不要生唇瘡 或者口罩瘡 这个就可以直接噴在这个面部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护士 或者医生 都是用我们这个Wabiy Sabi 这个乳香 脱完口罩就会用的 是的 这个也挺好 最有一个精华 入抽一定用的 未来的Namari 会加价 调整价格 因为呢 有些产品 是贵了很多 跟我来说 就未来要加价 Namari 这个呢 都是可以做回收服 和做回保湿 很好 之前有客人和我们分享过 这个皮肤非常敏感 是有时用油都会敏感的 那它除了会敏感之外 还会出疹的全身 那它说这一枝很好 那对于它的疹 敏感 收服 还有它是干到它说 我比沙漠肌还要干 那这个呢 亦都是帮到手 非常之好好的 那还有一个 我都很多人喜欢的 Maya Chia 这个Supercubble 它除了一重这个 就是奇亚子之外 它也都加上乳香 所以它的味道呢 一非常之讨好 这两个都是 大家可以选择的乳香产品 身体方面呢 就是Malako 那跟大家讲 身体如果很干 甚至有湿疹的时候 甚至是 有些不知不明耐力的敏感 风烂呢 都可以试一下Malako 它也可以修复一些敏感的肌肤 那还有味道呢 是很讨好 去不到泰国呢 找Malako就可以帮到手了 好像去了巴里或者是越南 做SPA一样的 最后这个产品之前 跟大家分享过了 乳香是可以用在嘴里咬的 之后 做什么呢 以色列那边的人 是当牙膏这样用 或者是拆牙这样用的 它证实了可以防止这个蛀牙痛 其实这个时间呢 也推荐大家 多接一点口 回家的时间呢 这个乳香味 再接完之后呢 你不会忘记那肿味 因为会觉得是很舒服 它是很干净 好像是净化了 剛才和大家溫習了這麼多乳香的產品 哪一種是你最喜歡的產品 不如快告訴我們吧